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野笔大熊的生化危机无理改造版3 但是根据剧情上来说 第三部和第二部的剧情是平行世界的关系 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出一个平行世界的剧情来 主角仍然是大熊,仍然是发生在R时的故事 虽然说第三部的剧情和地图范围比游戏的第二部要多一些 但是第三部的分裂感太严重,分为五个章节 玩完之后让人感觉五个章节都是分开的 承接第一部的剧情,大熊圣奈和胖虎向R时出发 而出木山和哆啦A梦他们把安雄送到医院 但是安雄的病情发生了变化,原定计划改变 推迟一个月后,大家都来到了R时 12月21日下午6点50,大熊一行人在料理店里刚刚吃完饭 根据出木山的情报,这个镇子是和安布雷拉来往密切的地方 静香也发现这个镇子稍微有点不对劲 一点火力都没有,实在是有点死忌 而且哆啦A梦听说这里最近有暴乱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屏幕前的你肯定是不敢一个人单独出门 但是这帮人也许都是表面兄弟 话还没说几句,大家就决定回到旅馆休息了 问题是回去就回去吧,还是分头行动的 小夫和胖虎一起走了,静香和圣诞一起走了 就连哆啦A梦都和出木山一起走了 看看出木山这副苦大仇深的表情,我就不懂了 哆啦A梦不是大熊的好朋友吗 怎么总是跟出木山一起走 剩下大熊一个人还在店里 店长告诉大熊,看天气似乎是要下雨了 让大熊可以早点回去比较好 因为最近这个镇子上出现了一些猎奇杀人事件 正当大熊疑惑的时候,大熊的丧尸就从街道上来了 店长一看慌了神,但是此刻已经出不去了 当店长还愣在原地的时候 丧尸已经冲了进来,干掉了他 此刻大熊先不着急跑路,先到厕所里来 厕所里会莫名其妙地死一个警察 从他的身上可以获得第一把手枪 这个地方很容易被忽略 在餐厅的柜子里还可以找到一把线弹枪 但是每一张的武器都是带不到下一张的 问题是我们要到哪去呢? 我们的逃跑路线只能选择从餐厅里面走到天台 天台上有一个武器库,找钥匙让我找了半天 但是进去之后这么大的房子只有两盒线弹枪弹药 当我们走过这个小门便会触发剧情 远方有一个警官在向附近的居民传达危险信号 让居民都到大路上集合坐车离开这个地方 并且不要带家具 此刻我们不要直接走,回到餐厅里面的一个房间还会有剧情 这个房间里面最开始是没有人的 必须触发了这段警官的剧情才可以见到这个小女孩 他说他在外面被一个奇怪的大叔咬伤了 并且他自己都知道被僵尸咬到的人也会变成僵尸 所以让大雄赶快从这里离开 但是大雄决心要带走小女孩 小女孩心存疑虑 因为他的脚受伤了走不了 但是大雄坚决要带他走 把他背到了身上 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两人来到了天台 但不幸的是小女孩还是变异了 变异的如此之快都没有反应过来 算了还是不管他了 只见天台上面有一座桥连接着另一个天台 但是过桥的时候这个桥就崩塌了 桥虽然断了 但是大雄却浮在空中 不知道这是什么科学原理 只见大雄左脚踩右脚爬上了屋顶 这么辛苦的上天台 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为了爬下去 所以我们又来到了街道上面 不过这里的葬事数量明显要少一些 所以还是算大雄逃跑成功了吧 往前走可以遇到警官田刀 他被路障挡住了 找不到钥匙 所以像这种游戏里的警察 一般都不如小学生 于是两个人开始用枪打开路障 我怎么感觉你射的不是路障 是我啊 后面的大量丧尸跟了上来 大雄成功的逃脱了 但是田刀警官却被丧尸咬死了 另一边的石金巡察展 看到大雄来了有些吃惊 居然是一个幸存者小孩 于是让大雄赶紧上他的最后一班顺风车 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这里马明明就是一个玩具车啊 那么跟这个秋山巡警对话的话 就可以上车了 在车上的无线广播里 可以听到来自各个区域警察的情况 他们基本上都被丧尸困住了 还有的警察在无线广播里 就能听到被杀死了 这是一场难以面对的人类灾难 跟随着这辆车 大雄来到了警察的目的地 警察决定在这附近安装爆破装置 以此来封锁这边区域 但丧尸数量异常庞大 警官们纷纷倒下 中山内巡警看到大雄过来之后 希望大雄能帮忙在丧尸巢中安装炸弹 这个选项并不是通关必须 但是出于浪漫的英雄主义 这个忙我帮定了 但确实非常危险 首先要拿到死在丧尸群中的警察尸体身上的炸弹 安装完两个炸弹之后 把起爆器交给倒在地上的中山内巡警 我们就可以再次坐车离开了 警察们用自己的生命封锁了这片区域 跟随着玩具车 我们来到了游戏的第二章 第二章莫名其妙的就开车来到了一个地下通道里面 也不知道坐着是怎么想的 这两段剧情衔接的确实有点莫名其妙 陪伴我们的剩下了秋山巡警和左走木巡警 车子没油了 也只能向前走 左走木巡警倒是发现了墙壁上有一个什么玩具 但是这玩意儿可真不是玩具 当大雄继续上楼梯上面走触发了机关 墙壁上的玩具突然觉醒了 其实这玩意儿就是一挺机枪 直接干掉了左走木和秋山巡警 现在没办法回去 只好向更深处出发 前面没有路 可以从一个通气口钻进去 这个地下设施是分层的 从通风管道钻进来之后 会随即被分配到几个点 我出生的这个地方是一层 但是我其他几次玩的时候是出生在另外一层 当然这个游戏每张的解密也还算有点意思 在第一层我们需要拿到两个试剂 都需要输入密码获得 两个试剂可以合成一个除草剂 有了除草剂我们可以清除楼梯上的生化杂草 这样才可以上楼 为什么草还会发出声音 神奇的是在这个地下通道的四层 可以看到一部列车 而我们第二张最终目标就是启动列车 但是列车的钥匙被冰冻住了 因为这个地下室的温度非常低 大雄要做的就是拿到喷烧器 这个东西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冻 有了它才可以将温度管理装置的冰冻解除 当温度恢复正常之后就可以拿到列车钥匙了 不过去开车之前会遇到那个三头犬 在这一座里 大雄前期就可以看到三头犬的名字叫停打螺丝 干掉它之后就可以去开车了 但是毕竟是三头狗 所以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在列车的二车箱它还会钻出来 打死之后列车安稳的开走了 前两段剧情也让大雄怀疑人生 这等哪跟哪啊 列车做完第三章来到了医院 我自己其实都挺懵逼的 这几段剧情感觉都是跳着走的 更坑垫的是前一张的道具还不会继承 同样的医院也是分很多层的 需要玩家进行多层的探索 一出来就有一个小女孩受了重伤 失血过多 我们现在位于医院三层 可以看到医生和护士都变成了丧尸 在三楼的护士站里还有一个幸存者护士 她居然还在淡定的打开了电梯电源 甚至还在惦记着刚才我们看到的 失血过多的女孩 现在她还要去拿血袋给她梳洗 虽然这位护士很敬业 但是话还没说完 医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怪物 史莱姆 这只是红色的 如同血液一般 她出现之后直接把敬业的护士吞掉了 不过我们可以去一楼拿到血袋 一楼的地图非常大 绕圈圈需要绕个半天 但即使拿到血袋给小女孩梳上血 最终结果还是救不了她 话说这个小女孩和之前天台上的小女孩 用的同一个模型 难道是用这个模型都得死 这关想要逃跑是要利用医院的地下楼层 医院的地下不知道是在搞什么生化实验 下水道里面也许全部都是医疗废物 感觉污染非常严重 之前我们遇到的史莱姆是一个无敌状态 如果我们把它勾引到可以调控温度的房间 先给他来个80摄氏度的高温慢煮 话说大熊在这个房间里也能活下来吗 不愧是日本天才小学生 然后再把温度调到零下55度 史莱姆在冰火两冲天的折磨之下 原地爆炸了 他的身上居然还有两级门禁卡 有了他就可以离开这个医院的下水道了 但是根据剧情设定 这段水路里面还有毒 大熊必须穿着橡胶鞋才能走 但是这条路怎么这么窄啊 而且前面还出现了另一个史莱姆 只不过颜色是紫色的 很显然紫色没有红色可爱 虽然子弹对其不起作用 但是这里还是需要对其进行攻击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紫色史莱姆消失了 之后大熊又在下水道里走了一个小时 才看到出口 大熊是逃掉了 但是医院里还有其他人存在 他们就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大鹰和狼播 以及奏鸣录佐 但是第三部里奏鸣录佐的名字 因为翻译问题变成了 真迷路佐 我也不知道哪个翻译是正确的 但看得出来 他们队友又全军覆没了 只剩下三个人了 三人也一路探索到了下水道 但不幸的是 之前被打败的两只史莱姆 居然都出现了 这三人在这里并没有逃出生天 所以他们全军覆没 但是我打的其实是这一张的坏结局 好结局的话 这三个人是活下来的 之前因为有不少观众在评论里说 想多看几个结局 之后我尽量多弄一点 那么本期视频就是游戏的前三章内容 说实话我是觉得不如第二部 毕竟是第二部的平行世界 所以人物相同剧情不同 那么之后的游戏内容如何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